哈喽大家好,今天来玩成月带小家 就我之前有很多年我收到之后我就放在我的脚底下 我要时刻记着我今天该拍啥,明天该拍啥 然后我那天就大闷,怎么现在三月份就出圣诞款了呀 结果我去一看这是人家去年的款 怎么回事呢,时光荏苒,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底下还有这个Merry Christmas的金粉 它居然还没有散掉 我挺喜欢闻它们家香精味了 我个人感觉香精比较好闻的 就是微辣温度沼泽成月带小 成月带小是那种干净的灶香 温度沼泽是那种百合茉莉花香 然后那个微辣家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热带水果味 够有千秋 哇,这个泥保质性也太棒了 就是浓浓的猪血的颜色 有点像大牌口红 我大概已经得有两三年没有买过大牌口红 大牌口红了 上一次买还是个咸鱼收的 那那阿玛尼的唇釉 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想测评一下大牌口红 然后我就买了几支 我上嘴以后 我感觉我那个嘴要从脸上飞出来了 这几个颜色真的是 偷嘴的灾难 砖红色 橘红色 萝卜红色 我感觉偷嘴还是比较适合 灰粉色 棕褐色 这种口红通常很有气场 或者那种 不带荧光调的正红色 其他的颜色 我真的接受无能 我涂上以后我就感觉 我的嘴里脸出走了 这个手感有点像枣泥 也是那种哑光的 柔物质感的 这个是小配件 一个很精致的圣诞树 就是我感觉这个 你把它晒到半干 然后套上一个塑料袋子 这样隔着袋子去捏它 就跟捏捏的效果差不多 它竟然还是湿润的 还有一个很开心的姜饼人 把它们放在上面摆盘 摆盘 sorry 哎呀头怎么掉 他们两个像被人吐宰了 你们有没有刷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刷的那种电影解说 然后一不留神 就进去看了四五部电视剧 七八部电影 一看妈一抬头 就一点半了 有时候我看那种解说 看得头头是道的 结果底下的评论说 剪得稀巴烂 根本就跟原剧情不一样 蛮厉害的 你以为它只是一个片段剪辑 没想到它竟然是一个编剧 让人起眠效果都还是可以的 声音也是比较小的 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 端庄大气的感觉 好快呀 这一眨眼三月了 一眨眼五月了 一年过一半 这一眨眼过年了 再一眨眼八十大寿了 会不会我哪天还要挣扎 给我的视频定时说 明天早上我要八点发视频 结果恍惚间一醒来 寿终正勤了 去阴间了 完全起眠之后捏起来 那叫一个糯 沙糯沙糯的 像是那个蜜豆沙被打发 略为起渣 很细很润的渣感 这个纹路也很漂亮 而且你发现没它起泡前和起泡后的颜色 它没有多大的改变 就现在这样真的很像一团糕点的馅料 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云然液体胶 你看它这个闪粉 它还悬浮在半空中 居然还是硬质的 这个有点那个亚顿 绿茶香水的味道 就是有一点柑橘香 有一点茶香 哇 通透的宝石 想不得也不想 还能拥抱 像是那种超市里边 四毛钱一个的塑料袋 质量很厚 嘎嘎厚 我脚一听到东北博主 嘎嘎香 嘎嘎嫩 嘎嘎好吃 我听见像我的这个词 好可爱 怎么会有这种词 人家的方言你觉得搞笑 你有方言歧视是吧 吓头了 拉黑 外面有一群鸽子刚才飞起来了 飞到天空中 它们变成乌鸦 以前家庭办公不出门工作 就对在外面工作产生一种向往 还有一种恐惧和逃避 在之前上学的时候 手下在家不出门 就对开学会产生一种恐惧和逃避 再到后来非常宅 又对出门见朋友感觉到逃避和恐惧 很长一段时间 指点外卖 又对去外面买菜 而感到逃避和恐惧 咱们再来尝试一下 这个特价的果冻冰沙 就很均匀的小气泡 放了这么久都不会消失 像是富含很多碳酸的样子 里面是这种之前我应该玩过 长得就很像皮肤的肌理和纹路 这个也还行 我记得我在主意烧的过这个泥 很多小伙伴说玩不来 确实是挺特殊的 但它这个还好 没有那么特殊 整体性是有的 这个稍微揉头两下就起棉了 刚才那些小气泡也都消失不见了 相对是有点卡手缝的 然后这个水边雪是很细腻的 它这个是可以扯出很均匀的布 还能搭泡泡 它有点像是被水打湿的 细细蜜蜜的小绒毛的那种感觉 卷出来的纹也是没有什么形状 是可以起棉膨大的 比较新奇的一款质地 今天的玩意时间到此结束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